我們駕輛有女駕專區 理論上當然是由Jean主持 但為何今天會是我出現 當然有原因 因為我們請了兩位美女嘉賓 一位有車牌 一位渴望考車牌 有請我們的美女Avery及Kelly 我們會跟她玩一些小問題 看看她們對汽車的認識有多少 我考了私家車牌5年 電單車牌也是同時間考的 我駕駛了四年電單車 但私家車牌的經驗我真的比較少 就不太熟 你未來的日子會不會想買私家車 會想買 想買歐洲車多 考車牌這件事我差不多計劃了有三年 終於都可以依牌有空點 不過有空點去報名 報名又考不到 真是有點失敗 那你覺得你駕駛的天分是高還是低 我覺得我駕駛的天分 如果要10分入面的話 我想我應該只有5分 大眾化一點 平民一點 當初買車的人都可能會考慮這個牌子 我覺得這架車的感覺 駕駛的人都比較踏實 為了買車駕駛的家人 哇 我看到這架車 這牌子我想起FD2 因為真的很多人駕駛這架車 Honda和Toyota都差不多感覺 都是屬於同一類人 去完Toyota看不到就去Honda看車的人 這個牌子比較斯文 我身邊也有幾個女生 朋友也會駕駛這個牌子 去日本的時候 其實她也有跑車 我覺得她對生活上 車主對生活上有一點追求 我身邊比較少人駕駛這個牌子 對她的感覺不大 其實香港駕駛這架車的人也不少 我身邊沒有這個人駕駛這架車 看見這個牌子 我想起日系車都是改裝車多 比較NK 車主會是比較上年紀駕駛的人 會比較多一點呢 可能不年輕 不年輕 都多人駕駛的 大眾化一點 而且它的價錢也算便宜 剛剛有錢可以買一架車來駕駛 Toyota的高級版 我個人覺得挺喜歡的 可能有少少錢的 可能會考慮這架 上班人士穿西裝 高層 可能會選這架車來買 Suzuki 我覺得這個很低色的 它的車外形也比較低色 我個人也挺喜歡這個牌子的 尤其是Ginni Suzuki 可愛 我覺得適合我這些少女的 都可以駕駛 特別是Suzuki Ginni 我覺得現在都很適合少女 駕駛 又想多認認一點的人 貨車多 穩重一點 行不行 給我感覺上Kia 因為它其實都比較便宜 年齡上 我看在街上 可能都是比較中年的人會駕駛 韓國 有錢 買輛車 駕駛 駕駛 入手 挺好駕駛的 不錯 很多款式 這幾塊有限 開始賺到一些錢 就會想著買這個牌子 有不同的選擇 又便宜又貴 比著我 我都會想考慮買這個牌子 我覺得它也有差不多的歷史 車款也有很多 型號又不錯 它的展示室又夠大 適合駕駛的人 又喜歡穩重一點的男士 較多 我個人看法 我覺得它適合女生駕駛 男女都可以 但女生駛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斯文 不知為何 以前小時候 經常聽寶馬 我在內地聽很多人駕駛寶馬 都算是富豪 但又不想買跑車 會選擇寶馬來駕駛 我自己挺喜歡這個牌子 我喜歡它 它四個圈圈 現在我的感覺 Audi是比較潮 而且喜歡做運動的人 可能會去駕駛駛 Oxperian給我的感覺 駕蟲車多 年輕一點 有錢 雙人駕駛駛 看這個牌子 我覺得真的有錢的人才會買 這老乙車是很低調 和有錢人駕駛 它是多SUV的車 中年男人會喜歡駕駛這輛車 因為它感覺上很Man 郊外奔放的車 盧斯萊斯 這輛一看就知道 老闆坐在後面的 一定是請司機 經典? 沒有了 不用自己駕駛的 有司機 很喜歡車 喜歡練車的人 都會考慮購買這輛車 駕駛這輛車的人 我覺得男生比較多 是的 我也想試試 潮人、型男、型女 喜歡車、喜歡跑車 一定會駕駛的 入門版的跑車 早上駕駛的人 年輕化的老闆車 我看到有年輕人會駕駛的 還有如果是載老闆的話 那個老闆都是年輕的 又是不用自己駕駛的 年輕一點的 就選Bangley 給我總感覺就是帥氣 因為我看到它的叉叉 我覺得我個人挺喜歡的 喜歡去駕駛的 駕駛這輛車的 一定是有錢才會購買 我覺得 真的超級喜歡跑車的人 一定會先考慮它 前衛一點 因為我覺得它的車 好像一輛UFO一樣 這顆 這個 不懂 這個 這個 我有看過 等等 我忘記了 說不出名字 但是我知道 是跑車 這個不懂 他們很低調 跟Mr.Pagani一樣 國富城 最愛 默奈林是哪個國家的軍牌 意大利 大家 等一下 第一個是甚麼 我還要問我 默奈林的showroom在哪裡 在灣仔 第二條問題是香港車迷經常說一個術語 字皮 字皮是甚麼意思 字皮 寫哪個字 哪個皮 字絲的字 皮膚的皮 字皮 本身是車顏色 可能有個長的名字才縮短 請問Siri的答案 請留下一個答案 應該是自動波的波字 沒有三點水 有cancel的動字 所以簡稱字皮 在造車的歷史上 你覺得Benz的歷史有些 只是Audi的歷史有些 你搶搶嗎 Benz Audi 你怎麼會搶嗎 是B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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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也差一點 Benz也不會搶 棍波車有三個腳踏 中間的腳踏是甚麼 極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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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一根腳踏 中间一定是剛才的 極力子 極力子 女人 踩 不要吵 女人真的不懂紧吧 說得都沒有紧 當你考到香港駕駛撿照 你需要掛上P牌多久呢 一年 好 學車期間可否駕駛高速公路 學車期間可否駕駛高速公路 Avery呢 不可以走 Aro X7是哪個車廠的型號呢 Honda 它這麼明確的Honda 我猜的 Suzuki Honda 萬事得吧 我和你不同 我選A 即是甚麼 即是萬事得 Henry答對 坊間經常說一部車 叫戰神 那戰神究竟是哪部車 GT-R GT-R 肯定 肯定 我女間的 GT-R 好 Toyota汽車創辦人 可以姓甚麼 嘩 各位 大家好 我完全不認識 我完全不認識 豐田汽車創辦人 Mr.Toyota Toy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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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說了就答我嗎 Toy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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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學到東西了 其實我日常中的工作 都會接觸到車 但想不到我這麼多問題 其實我都不太清楚 例如說那個型號上的 我都不太清晰 我真的想不到 我覺得我平時真的要看多些駕駛才行 哈哈哈哈